我就是想和你解释一下那件事情 你为什么连我电话都不接 当初是你要分手的 我也欣然接受了 现在你也没什么可值得解释 两位要不我们分开聊一下吧 我俩在一起四年了 当初生活不是很富裕 但我们说好了要一起努力 可得父母嫌弃我没钱 穷 觉得我给不了他女儿美好的未来 但即使这样 我们俩还是坚持了很久很久 那妈妈说的也没错呀 当时以她的条件 确实给不了我们更好的未来 再说了 我不也陪她走那么长时间了吗 我本以为我们在一起已经四年 一定会有感情基础 但我真没想到 她毅然居然就选择离开 那领导条件是挺好的 可能就是比我对她更有帮助吧 这个世界上优秀的人很多 每个时间段都会出现 一个应该出现的人 我只是选择当时最好的那个而已 我本来可以去北京工作的 但是她说了 只要我去她就跟我分手 我不想因为一个工作 就浪费了我四年的感情 所以我听她的 在老家创业了 刚开始事业还有点起色 后来就不怎么挣钱了 再加上那件事 对她离开就正常 我听我闺蜜说了 她现在生意做得不错 那也是之前我让她坚持这么做的 再说了 我这次回来也不是图她这个 而且现在我有能力帮助她呀 有些事情不要等失去了才后悔 没有人会一直在原地等着 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 分手的时候跟我说 三观不合 性格也不合 哪儿哪儿都不合 什么道理都说不通 但我知道 那些不过是她的借口罢了 之前相处的时候 其实还挺合适的 但是在一起之后 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了 但是我还是挺想和她在一起的 失去的东西 从来都没有真正数过我 当初她离开我的时候 我内心其实已经有些异议 不愿意 两个还有什么想对对方说的吗 分手这一年多 我还是觉得你给我最好的 咱俩重新开始 不是你竟然留下来 继续跟我谈的 说明你还是想继续下去的 好运向好不好 分手一年多我想了很多了 咱俩的确不合适 你离开的时候教会我 即使再相爱的两个人 不过是很想做谢 那是你什么意思 我呢你也知道 我也不是什么光二代 也不是什么富二代 运气也就一般般 开离开的人已经离开了 可是你现在生活也不容易 而且我现在有实力可以帮得上你 你就考虑一下行不行 行了你别说了 如果一开始你就没打算 给我继续走下去 现在也没必要出现在人 对了 我现在已经有女朋友 就别再联系 伤心的黄昏 一个人的剧本 还默默守候那个等待的人 怎样的剧情结局 才算完整